上个月大学繁星放榜 不少学生很期待大学的生活 但是要申请学校宿舍时才发现这个价位非常的吓人 尤其是位在双北的私立大学 以单人房来看 福大一学期要31000元 而在东吴大学一学期是要72000元 市新大学更是高达了9万元 换算下来每个月要负担15000元 让不少学生都说实在太贵了 校方子表示 新宿舍有优质的服务还有精致管理 而且也有其他的房型可以选择 满足学生对于住宿的拨远需求 八层楼高的灰色砖瓦建筑还在加紧赶工 这是市新大学即将落成的新宿舍 里头房间示意画面也曝光 装潢典雅还有大片落地窗 但要入住荷包得够深 住宿费加保证金一年就要21万6000元 目前已经开放登记下学期入住 很多人就是学带什么的很贵啊 而且就是本来学费也就很贵了 多少 七千五 是亚房还是套房 算是套房 一个人从就是南部或是东部上来的话 这个价钱可能有点难接受 不少人直言什么都长的年代 学校宿舍费用都直逼在校外租房 以北部私立大学单人房宿舍 一学期收费来看 世新大学新院宿舍9万元 动物大学7.2万 另外新北市的府人大学也要3.1万 学生团体认为失去新宿舍的意义 对此世新大学回应 新建宿舍有优质服务和精致管理 而且目前询问度登记情形都不错 是有符合学生及家长的需求 而且其他宿舍有规划相对比较低价的 满足学生对于住宿多元需求 十一住行什么都长 恐怕让不少同学大学生活免不了要打工兼职 借杨宗彦王秋明台北报道